流离世界药师坛存的建设 让花东地区又多了一处弘扬药师法门的道场 民国96年1月 传校法师与原产法师带领四中弟子 在花莲瑞穗为新建流离世界药师坛存 连续五永日起见修持祈愿良皇法会 希望以此理睬功德 为善性征服征会 同年2月举办流离世界药师坛存 动土连击大连 东部地区也多了一处弘扬药师法门的道场 因为我们建造坛存是一个修持的地方 所以在坛存的所有的一种规划 它融入了一种修持 跟一种引导的建造的风格 要是坛存它处在四面全部都是山 可是它前面有一条河 这是主要河 那有一座山 它是叫做斧头山 那在那边建造 那当然是我们希望 我们留下来的 要是法门或者建物 给我们的下一代 要是坛存 它或许呢 它继续在建造 我们呢 希望在四年后 它是完全建造完成 因为那边 我们希望 花东会成为一个 药师佛的一个领域 这是在那边建造 当然有机会经过瑞税 可以转过来到坛存 由原产法师发起 领众修持起见四十九日 药师法门消灾超拔大法会 即法界圣凡水路普渡大灾圣会 即日起到国内的七月二十三日 欢迎大众前往新竹香山 共同成就圣会 十方新闻记者来金融新竹采访报道